今天要分享的还是三样东西 不过 第一样东西和之前的也已经是不同了 第一个就是股市周期 然后我会讲到比较仔细一点 还有什么是风险 然后第三个是科技 这些全部都是有关联的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 那个股市周期 像之前我切贴的时候已经讲过的 不是这个 ok 在股市那边我们都会分为这样 这个已经是排好了了 我们可以看他的周期是 在股市周期那边我们有 幼牛 老牛 幼熊 老熊 然后同样的易经阴阳那边也是少阳 老阳 少阴 老阴 OK 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要更加仔细 如果你看不明这个的话 那么我们这里如果讲四季的话 就是 春夏秋冬这个 ok 在这里基本上和他的 他的那个意义和这些是一样的 这里所要带出的东西就是股市周期里面 ok 在春天的时候 就好像不要讲股市现在我们讲 在春天的时候 你要穿是怎样的衣服啊 ok 夏天的时候要穿是怎样的衣服啊 秋天的时候怎样的穿衣服啊 ok 冬天 当然是很清楚的就是 我们要穿比较厚的衣服来保温 对吗 这里春天的时候开始啊 比较好一点这夏天就蛮热一下 热的衣服就穿少一点了 同样的在股市那边 在这边我们也看得到这里 在老熊的阶段的时候是 现金为主 ok 在老牛的时候基本上 很多人也会套用很多 在这里就那个老牛之间是 这段时间去到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了借钱 好像比如说是借钱来投资之类的 或者是所谓的刚刚 人尽量尽大化啊 就是尽量大化啊 就是尽量哦 就好像从2011年到2014年 肯定是在优牛到老牛之间 ok 那段时间 哇 全部利息都是蛮便宜下 就好像房地产也是一样的 同样股市方面也是有着四季 然后ok 我们只是以这个来表达 ok 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策略 ok 这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了 他们是以为用一个策略就打完整个天下 这个是错了的 当然你在每一个 每一个周期的时候 有每一个周期 然后如果你要大赚 当然你是少不了 一定要会基本分析 如果你要赚一点钱 然后逃跑的话 就只有在这两个时期可以做而已 这两个时期 除非有那个叫做任股平台 就是put warren ok 那么你才可以 赚一点钱 不然的话 蛮难了 这里基本上是以手为功的 也是要收的股息 比如说蓝筹股啊 或者是 那种股息蛮丰厚 然后它的公司 在那些面临风暴的时候啊 还可以很稳够站稳的公司 好像钢铁 唐业 已经六年低迷了 ok 然后 比油漆更好 那还有 我明白为什么 那些人这样喜欢用去油漆业那边 油漆业低迷或许 不会这样 这样快结结束 会已经很多人跳进去 那 当然 如果你是 做那个交易 交易 交易员的话 就没有问题 毕竟交易员就是 以交易为生嘛 好像如果要投资 投机来讲 投机还可以 投资的话 就不大股力位 你要 要准备被套至少两年以上的时期 你看下这里 一个周期都 正确来讲 这个一个周期是十年 所以他们就有讲97风暴啊 08风暴 不过那是910年了 那么接近的也是要到07跟08 只是09也不说不定 ok 现在还2016 我也很难说 他们讲3年一个小熊 10年一个大熊 也只有老熊啊 那么我就不知道是真是对 然后我们只能看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感觉到出来的 很可惜的 这些东西我们 不能做到那种叫做 先知先觉 我们只是后知后觉 这些全部是发生了 我们才知道 比如说春天的到来的时候 好像我看一个漫画 他讲那个关于 要怎样知道 那个春天的到来 就是不是看青蛙出来 而是看蛇有没有出来 来吃那些青蛙 蛇的那个冬年时期 会比那个青蛙来的早一点 所以在他们播种的时候啊 那些这个是讲这个农夫 种那个稻米的时候 他在叫怎样的时候 在春天的时候播种 也就是关键 就看于那个蛇有没有出来 当蛇出来的时候啊 那个就是真正的春天到来了 那是他们在播种种的时候 不是播种 蒸起来是种那个田去 种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米去田那边啊 ok 不然的话那个米是很脆 很容易死的 然后秋天就收成 冬天的时候啊 有一段时间 他们就栽培了 那个幼苗的时候啊 ok 待天时期才在冲春天的种 ok 同样的 在这里 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是幼牛的时候 就是他基本上 大家现在有一个很很明显的那个 啊 讯号啊 那个讯号就是 当 坏消息出到 一直出的时候 那个熊市 就是股市不会再跌的时候 那个就是幼牛的到来了 老熊的到来 又是幼熊的到来的 同样的 在老牛到来的时候 这两个很接近呢 ok 好消息出境 但是股市不大会升 那个已经是 啊 差不多看到这样了 但是我们曾经面临这个这个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那个 熊影的出现 又熊差不多出现 但是还没有到又回来这个阶段了 这很明显都是人为的因素 所以这点我们要小心 ok 现在股市 的确不大适合新手 除非有人指导你 或者是 现在最好做的东西就是 准备迎接大机会的到来 大机会到来很明显的 那时我已经讲过在疫情 而不是已经在 上一期的那个video的时候 也就是4月13号 你可以想一下4月13号的分享 在那一天我又想过 关键的时候就是在那边 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为止就是讲 你技术知识 应用方面还有那些其他等等的 准备好了吗 不然的话你是不能迎接机会 机会是为那些有准备而来的人 才可以接到的 不然的话机会到了默默和你擦身而过意 现在如果你是男子 ok 你遇到一个很美女孩子 如果你不把握那个机会去追求好的话 那么就是这样 这样错可以 同样女孩子现在女孩子 已经不像以前了 也是需要争取 他们自己喜欢的那些对象 不然的话到楼来 可能两头不到岸就是 会孤独终老也说不定 不过这些是很个人的事 我也不方便讲这样多 那当然这里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样东西要强调就是 这里我们的感觉是10 对吗 同样的身体年龄方面 通过那个黄帝内经那边所学习到的一些皮毛 ok 男生这个和异经也是有关的 男是就好像这里 这个羊是9 ok用9 婴是6 女孩子方面这里是用7 就是你有听过7上8下吗 所以7上8下就是 ok 7在6的上面对吗 就是女孩子那边 ok 8下就是这9的下面 所以叫7上8下 但是在这边呢 在身体年龄那边 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ok 也就是这样 男女那边 你一看见他们有一个差别 男子是用8 男子是用6 哎7 不好意思 在这个 这个 这里我要强调东西就是 在16岁的时候 男子已经有了那个神域的能力 所以女孩子是14岁就来京 再早一点的话 那个也是有12岁 ok 那么在成完全成熟的时候 然后衰落的时候 你看下 女孩子开始衰落是在35岁 所以如果你是有参加些马来松的事 你一看下 女孩子是35岁的开始是 他们是算是另外一个级别了 因为他们身体年龄的问题 然后男子是40岁 所以你看下 然后这里 这里那个男子的女孩子的差别 已经是5岁了 然后后尾的时候 男子就是大致上啊 不是全目人 有些人他的保养到蛮好 他们90岁还有那个神域能力 在64岁的时候 男子在64岁 他的那个神域能力就会没有了 也就是没有 没有了那个神域能力的 女孩子是49岁 田津 7749 在49岁的时候就是代表 大致上那个那些女孩子是他们女人 不是女孩子 就已经没有了那个神域能力 这是大致上 如果保养的当后 学会更高 OK 在这里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知道 这些保养的方法 如果你是来有有有参加我的 那全的课程 我会在我的群主那边慢慢分享 我所学到东西 这是蛮不错一下东西 这样东西 你还要记得一样东西 我们的那个实际年龄有一些有分两个 一个就是我们的岁数 比如说我们是记什么年出生的 那么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是在这个阶段 我在这个阶段 OK 开始也是看到啊 衰落了 OK 32岁40岁还真正的衰落 好 还有8年可以走 然后 还有一些东西就是 我实际上的身体年龄是 是超过这个 35 现在应该是 我在减少这 也就是 越少越好啊 就是 显示我身体 比较健康 现在我显示我身体有点不健康 需要调养回来 之前好像是 跌到最差是 37岁 38 忘记了 然后我最好的是 那时是 第28岁 现在我要慢慢调回去 如果当然最好的就是维持在于24或者是以下了 OK 同样女孩子也是 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知识来的 可以给你们知道这个 我是讲解着 如果你们要保持你的身体有活力的话 当然 男子最好是32岁以下 他的那个身体年龄 然后女孩子是28岁 那么你就看到 或者是28或者是以下 那么他们就比较看到比较有活力 不然他就是很容易疲劳之类的 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的那个身体年龄 实际年龄那边 就是我想说讲的 现在有一些仪器可以检测 就好像我在我参加那个Final First那边 他有一个机器我可以演证 所以基本上我每个星期都会检查一下 然后看一下 对比一下有没有进步 实施维持 我现在是瘦了起来也是蛮高兴一下 OK 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股市周期 风险方面 多多少少都和 这个你我所讲的是有关联的 OK 所以风险方面 有分蛮多种 风险 一种是人为的 也是 上天的不能改变的 OK 天时地理人为 中端是有分三个 天时 地理 人和 人和 就是人为的 天时那边就是突发性的 地理方面那边就是好像是有周期性的 比如说那些 很简单东西就好像那些大选啊 这些之类的 已经是知道了 天时方面 因为这个就比较难预测 它是突然间这样来的 风险是分这三种 人和的方面就是 人类的干扰啊 就好像突然间那个政府啊 啊 变成那些负利润之类的啊 这些提提高到什么 银行的流动资金啊 这些是人和这些会延迟 我们的那些股市的那些啊 正常的周期啊这些这四个啊 OK 这这三个东西 OK 多少都有 马关联到蛮多东西一下啊 你了解之后是 你运用在股市方面是不错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我所学的东西 基本上是已经转变回 啊 在于那些股市方面怎样运用 OK 在天时方面这个 这个是很难预测的 所以在分析方面是 不管怎样好的好 除非 我们学会的那种叫做 啊 起挂置好像那些风水啊 这种是很玄的学问 那么这个天时我们就可以 尽量避免或者是减少它的那个风险 OK 在地理方面呢 这个我们已经是可以预测了的东西 大概可以准备提早准备 这任何方面 只要你知道他人的性格 就大概知道哪里了 同样在公司方面啊 OK 比如说那个趋势一改变的时候 啊好像去年突然间那个啊 那个马币啊 马币换去 啊 马币换去那个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这个investing.com也是蛮不错的 一个website 他可以给你看 哇昨天3.85多 现在是3.9 马币的波动蛮大一下哦 然后我看一下是热图了 然后看蜡烛图 再次你会看一下哇最低是3.8495 OK 84213.8421是最低的 然后你看看下这个波动整个月的 OK 你看下他是向下之回去 不懂有没有机会来到这个水准 就3块6了 不过 以那些专家来讲 满难一下 应该是在跑来3块8到4块之间 我也不知道是哪 真还是假 OK 在这个时间这样突然间上升的话 是 这个 东西 蛮突然的来的 蛮突然的时候 那个公司很多啊 好像 呃 出口股 就是 钻进风头了 OK 然后 然后在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 建筑股 然后建筑股他们拿到钱的时候 他们那些钱会流去哪里 流去买哈那些啊 所谓的 材料 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 他们包包蛮多东西一下的 你可以看一下的就是有木材啊 OK 钢铁啊 还有杨灰啊 杨灰 然后 还有杀死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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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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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钢铁业低迷的蛮久一下 木材方面 就看一下木材 怎样他们怎样处理啊 杨徽方面的确是一路深 以前的价格都没有这样贵现在买杨徽也是蛮贵这沙斯也是越来越贵 通常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最明显的就是钢铁业的深 上升 也就是建筑谷那边 或许这边会轮流上有了不知道杨徽也是有他的那个公司 沙斯方面我不知道木材业 yes 我知道这个 这三个我很清楚知道股市有沙斯方面我就不请不大 确定 OK 在这里就是跟你讲的OK这里要怎样去找这些东西这些风险啊OK风险突发性的 突发性的风险就是那些 很难预测所以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好是这个 拿掉哈 不管我们做什么都好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就好像我们一生出来 OK 这不懂几时死 不过死是确定 100%没有人逃得多的东西 突然天死了 发生意外 那个就是天死 那个就是 很难预测的东西 这些东西 不管我们都分析有 极好极好 OK 极完美都好 突然间一个 天死不对 你什么都不能做 但是 你要知道啊 天跟人 OK 你要清楚 这一样 如果这里改变一下 我们人是在中间 天 连接天跟地 所以 这里我们尽量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 就可以掌握他的风险了 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事在人为了 人定下来才可以生了天所给予的那个任务 就是人定生天啊 不是那种 人一定生 生过那天 你要安定下来 所谓的安定 你也是要需要 比如说你要学 应该知道的东西 OK 这里 然后 接下来这里有所讲的 这会是有关联到的 你看一下人的方面 那边 接下来就科技 在科现在的社会那边 如果你 不掌握到一点的科技的话 你也是蛮 啊 漏了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 chrome 然后有 gmail 因为 gmail方面 他也是连接蛮多东西 你看他这些也是蛮多了 啊 finance shopping document document也蛮不错 books啊 然后 translation photo carlander drive 这个google plus 很好用一下 然后youtube 这算收购youtube了之后是非常好用了 OK 可以看一下这个youtube方面 OK youtube方面你可以按下去 你看一下这里 哇这些是因为我有观 查过 是按过 然后就出年 相关联的东西 还可以看那是疫情之类的 蛮多 还有我关注那些人啊 因为我是有研究一些东西 蛮不错一下的 这边然后还有一些还没有给 应该是应该我是还没有login进去 他没有 他没有那些 资料 因为我也是有subscribe Subscribe 几个 simple pick up 这个就是怎样追女孩子 也是要学习 这个也是一个 case学习的技术来的 在这边OK 在youtube那边 按的时候他也是回去这边 蛮不错一下的 可以看一下那边 当然你可以看一下我的channel那边 我的channel 基本上你可以看一下这里也是最近一直更新这些东西 然后 蛮多了这些一些你看到 看到他有事但是你看不到为什么因为我 有放他不同的那个 啊 叫做privacy privacy setting那边 这privacy setting那边就是你看一下我这里放四个的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学习的 要善用科技的同时 我就是问这个 Google大神 Google大神 基本上现在是 很多东西都可以得到 知识方面已经不是一个 问 要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要知道相关的知识 问Google大神 基本上可以给到你很多 但是你要怎样去有效应用 还有怎样分辨哪个是对哪个是错 那个就取决至你自己的判断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 你跟人家学习 然后人家直接跟你讲 因为他们也是用他们经验 累积了很多然后跟你讲 你要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你真正做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 他探讨只是你 看下 看清楚 然后小心一些 师傅会 带你走那些 路歧途啊 就好像他带你去 油花园啊 跟你讲 只要跟着他就可以了 没有这一次的每个东西你都是要自己 轻易轻微你才有那个成就 成就那边就是看你的那种 你当你累积了一定的成 成就所有的成就是你的那经验之类的OK 但累积了一定的成就的时候你才知道我原来是这么操作 比如说当初我 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来怎样看这图 我花了蛮多时间 那我最疯狂学习的时候是 我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不是一个月 一天用8个小时 来看吗 整个大马股市 就好像 你看一下这里啊 这股啊 由这里 这个是一个 OK 但是我还不会分平单 什么图路看 连这些 一直要分析啊 看他图表啊 那看他的那个 用指标来分析啊 之类的 OK 这些 不简单 当然有一句话讲完蛮多学问很多很多然后 会花会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自己没说的话 当然也是有很多很慷慨的人会分享他们的心得 不过有一些东西 要记得的时候 科技要善用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借用他人的意义 当然你也是有那个底 你才可以知道是真是假 OK 你才可以分辨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嗯 接下来 就是这么多了 啊 我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谢谢观赏 拜拜 拜拜